讲修行落实于生活 讲佛法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您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九十六 不执着真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在学法的过程中 如果你一直要去求一个清静心 你这样就是已经掉入陷阱了 六祖曰 菩提本自信 起心即是望 你只要愿意去思维 接着 静心在望中 这五个字 白纸黑字 就把关键说完了 每个人对此的解读 完全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领悟力 是不一样的 当你能够止息望念的那一刹那 你的真就自然显现了 但是 你亦不可执着这个真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你已经触碰到了 你不可以说你见性了 《金刚经》中提到 从出国 虚陀恒 一直四国 阿罗汉 他们根本就不执着他们所证的果 否则 他们就不能称为得到这些果位的圣者 而且 如果真是有一个真 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呀 我看你 到底悟到是了什么 为什么不要去执着那个真呢 说得更直接一点 因为真 只是一个假名 跟忘 其实没有两样 为什么有真这个名词呢 就是因为有忘 比如 这个世间 假设没有坏人 亦不需要好人 这一个名词 真跟忘 都是假名 你却以为只吸了忘 就真的有个真 法华经约 但以假名字 引导于众生 这句话 就是要让你 打破所有名项的概念 因为 这些名项 只是为了引导你 但是你却常常抓着它们不放 六祖坛经的名项 已经很少了 没有一本佛经的名项 比这本经更少的 如果你去学为时 就会看到很多名项 你主要是要去了解你的心 而不是抓住那些名项不放 名项在适当的场合 该用的时候可以用 但是 你并不需要谈一些错综复杂的名词 否则就是你自己着相求菩提 学佛要学不执着 不执着不是刻意的 比如 不会有人说 我不执着做梦 因为这一句话 听起来很奇怪 你知道那是梦就好了 但不可以说 你不执着做梦 连不执着这个词都是多余的 刚开始 这些名词 只是为了表达 到最后 它们都可以洒落一地 明镜就是明镜 任何东西到了它面前 都是清清楚楚的 金刚经曰 知我说法 如法欲者 法上应舍 何况非法 法 只是引渡你的工具 你不要抓着那个工具不放 祖师云 佛说一切法 未渡一切心 法的目的 就是让你了解你自己 当你了解自己之后 自信 能生万法 心 佛众生 无二 亦无别 这句话 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勇家大师 正道歌约 不除妄想 不求真 你说 师父 师父 那你明明叫我们要除妄想 但是到这个境地 已经是本来无一物 所以 不用除 这句 是果地上的话 所以 你才可以 除迷除物 离真 离忘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你过去 迷雾 所造成的 你今天已经明白了 他们 就不成立了 如果你还不明白 何不 再多思维 看看呢 文后思维 你有没有 一直想要去找 一颗真心呢 心平 何劳持戒 行职 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